公元1543年8月 一艘破破烂烂的帆船驶入了陷落湾 船上的水手们无暇寻找合适的驳位 随便找了块地方就赶快上岸 当船成功停锚之后 水手们激动地冲到了岸上 终于活下来了 在劫后余生了众座水手中 领航员弗朗西斯科·泽莫托一点都不开心 不开心的原因是 由于他的计算失误 这条本可以安全稳妥的航线让他倒得显像湾身 帆船一路错过了多个补给港 经历数次暴风雨 在这一路上同船的水手们对泽莫托表示了无限的嫌弃 大家纷纷表示 我们走南闯北虽然做了不少损失 能认识你就如同待发修行了 好在相比于水手们 船长的态度要温和许多 他语重心长地对泽莫托说 海上导航出意外是难免的 你别怕 上岸以后我也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听话啊 咱不活了 船长的暖心话语让泽莫托恐惧不已 虽然我人生在世不趁易 但是我眼下还想在世 为了不被船长扔去喂鲨鱼 泽莫托决定开润 由于一时不敢返回欧洲 在鲜罗港 泽莫托找到了一个亚洲船主 这是一个中等身材 宽袍大秀的中国人 据说在中国势力很大 经过当地朋友的介绍 船长答应带泽莫托去中国宁博 条件是 他们要把货物的销售所得 分给船长一程 这绝对是一厢一居两得的旅程 大收获是 到了中国 泽莫托可以把随身带的一些夕阳货物卖掉 换成丝绸茶叶 回到欧洲就是一大笔钱 而烧带手的好处是 泽莫托还可以躲过船长的报复 烧带手还能白捡一条命 你说划算不划算 由于非常划算 泽莫托忙不迭地回到了船上 他叫上了另外两名 也要被船长收拾的同伴 把钟表之类的轻便货物打包 若萨还一人带了一把火枪 然后在一个阳光暗淡的晚上 果断开溜了 应该说逃跑的过程 比他们想象中顺利许多 放松下来的水手们 无人发现他们已经逃跑 泽莫托等人顺利登上了中国大船 在甲板上碰上了那位中国船主 船长叫来了翻译 与泽莫托攀谈了起来 令泽莫托惊讶的是 这位中国船主对欧洲相当了解 他直到里斯本 直到纳布勒斯 实质表示 自己要不是加大业大脱不开身 今生一定要去看一看 泽莫托对这位船主印象相当好 在一路闲聊中 这条中国大船驶向了深海 已经安全的泽莫托放下心来 开始畅想往来与中国欧之间 发大财的生涯了 然后这趟旅行就不出意外的出意外了 航行一段时间后 天色突然急变 中国船长也跟着脸色大变 翻译告诉泽莫托 船长说会遇到一场很长的暴风雨 果然 这场暴风雨长得令人发指 足足持续了一天一夜 当船冲出降雨区时 桅杆也断了 舵也坏了 方向几乎无法控制 甚至连泽莫托的两个同伴都死了一个 更要命的是 现在大家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了 中国船主找来了泽莫托 听说你在葡萄牙船上是坐领航员的 能不能确定我们现在的位置 泽莫托苦笑 让我导航 你知道我为啥跑路哦 再说了 虽然我是领航员 但现在海途也没有 这边我也没来过 实在是帮不上忙 船长只能苦笑一声 那就听天由命吧 我们向北航行 但愿能碰到陆地 好在我们补给充足 船上的物资足够我们活一个月的 幸运的是 北漂了半个月后 随着地平线出现了一些颜色 所有人都激动地发现 上帝菩萨海王爷波赛洞显灵了 陆地找到了 公元1543年9月23日 这艘迷路的中国大船成功靠岸 他们靠岸的地点是日本种子岛 作为日本最南部的岛屿之一 种子岛偏居海外 因此受日本战国时代的战火影响较小 对于这条陌生的大船 附近的村民纷纷赶来看热闹 村民对下船的人进行了强势围观 但由于语言不通 双方根本无法交流 村民们把这件新鲜事告诉了村长 村长也赶紧过去看热闹 正看到海滩上有个明朝服饰的儒生在指挥 身后还跟着俩金发彼岸的怪物 作为村庄里的一号行政手稿 村长占据了全村的文化高地 他虽然不会说汉语 但却会写汉字 因为那年头汉字在日本相当实用 所以村长凑到了那个明朝人面前 用手杖在沙滩上写道 尊驾何人 这位明朝船主也在沙滩上写道 大名如是武丰 是的 这位明朝船主好武丰 如果你对明朝的历史有些了解的话 就应该知道他是谁 他就是让胡东县和许位联手对付的 明朝中西海上霸主汪植 此时的汪植还没有完全发迹 村长并不知道他是谁 他接着问 身后这俩人是哪国的 咋长得这么非主流 直到葡萄牙人不懂汉字的汪植 开始了疯狂吐槽 这俩货是西南蛮子来的商人 也就勉强值得点人文大义 完全不懂礼貌 喝水不用杯子 吃饭不用筷子 蛮医来的村泡没文化 也不用怪他们 他们就是来卖点货 进点货做生意 所以你也不用大惊小怪的 听说船员大多数明朝人 只有两个非主流后 村长非常高兴 他写字邀请武丰 去十三里外的赤维木岗 表示那边是大明所在地 非常繁华 你们可以在那里修传 而且那里有人会说汉语 望之求之不得 村长赶快派人去赤维木岗 将事情报告给 种子岛第十三代家族之子石瑶 年仅十六岁的石瑶 对这起新鲜事很感兴趣 派了几十条小船 去帮忙拖那艘大帆船 两天以后 望之带着两个非主流兄弟 和翻译拜访了石瑶 双方以三种语言 进行了一场惨烈的沟通 石瑶答应望之 帮助他们修船 望之开心地走了 在回船的路上 望之告诉泽木托 这个地方盛产白银 你们要是想卖货就抓紧 得在我们大明划算 咱天朝吃过见过 你们洋货我们一点不缺 赶在这里人傻钱多 就抓紧套现 事实证明 望之没有撒谎 泽木托当天开始摆摊 没过一会儿 他们就把随身带的货物销售于空 不过 当他们卖的那些钟表之类的小商品 落到了石瑶手里后 这个位高权重的少年 又对着两个福大亚人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于次日邀请他们单独见见 由于不知道对方是啥路数 出于安全考虑 泽木托和伙伴 第二天带着枪去了 石瑶倒是没啥恶意 只是问了问问 欧洲那边的风土人情 满足一下好奇心 还请他们吃了一顿大餐 在席间 这个好奇宝宝 看到了哥打手里的箱子 问道 你们这个箱子是干啥用的 它寸步不离的 莫非是啥宝物不成 喝点小酒的泽木托开始飘了 他直接把实话说出来了 他说我们这是武器 可以打中很远的敌人 也可以用来投机 石瑶继续追问 是弓箭吗 咱们头哈哈大笑 日本小地方人没见识吧 来 给我找个空旷的地方竖个靶子 哥带你见识见识 石瑶赶紧吩咐手下去准备 泽木托那天借着酒劲 居然完成了超水平花会议 开枪打靶三枪三重 没见过火枪的石瑶目瞪口袋 他对这种高科技武器 惊为天人 在他的描述中 火枪跟水滴的杀伤力也差不多了 当场表示 你开个价吧 我买了 泽木托没有当场回复 他意识到 宰大户的机会来了 我得咨询一下汪直 要个好价钱 哥俩一路烟 跑回船上问汪直 我们应该跟这个日本地头蛇 要多少钱合适 当然 为了表达谢意 我们哥俩愿意免费送您一把枪 对于普代阿人的谢意 汪直表示了充分的不屑 拿一把枪当送礼 你这玩意我家里多的能组军队了 也就是大明火器管得很 日本人没见识 所以才拿这玩意当个宝 既然是要诚心想买 你开多高的价 他应该都会答应的 你不妨直接卖一千两银子一把 有了汪直的官方指导价 怎么托哥俩有数了 他们真的把两只火枪 以两千两银子的超高价 卖给了石瑶 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 火枪自此传入日本 由于日本人没见过火枪 因此将火枪称之为铁炮 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 铁炮传来事件 当然 人家石瑶也不是傻子 他表示 花了这么多钱 你们必须负责售后 你得教我咋用 在葡萄亚二银的指导下 石瑶很快就能百发百中了 连不少加持人 都开始熟练操作起来 虽然掌握了使用方法 但火生枪不是马克勤 石瑶不可能两把火枪打天下 于是他找来了 家中的优秀铁匠 八板清定 给了他一把铁炮 给他下了子命令 一定给我防制出来 八板清定本来是打造 刀剑盔甲的 压根就没见过火枪 不过能工巧匠是有悟性的 他逆向仿制了几个月后 居然成功制造了 四百多只铁炮 鸟箱换炮的石瑶非常高兴 立刻拉几队伍 找旁边的猪猴交流了一下 效果非常好 直接推卸了人家的地盘 在山寨货的弊端也显露出来 这玩意炸糖 不少武士都是被自家武器崩死的 八板清定经过反复护盘 最终他知道了问题在哪里 火箱的其他零件都能搞定 唯独那个戴罗文的奇怪原著 因为过于惊喜 实在没法制造 炸糖一定跟这个零件有关系 他只能跑去请教葡萄牙二人组 最终在付出了巨大代价后 八板清定学会了螺丝的制作方法 从此 种子导冲成为了本地的著名的土特产 深刻地影响了日本战国的走向 在葡萄牙人就高新产业转移 进行技术指导的时候 汪直已经把船修得差不多了 他找来了哥俩询问他们的意见 我准备起航了 摆在你们面前的有两条路 第一条是跟我走 虽然要摸点小风险可能会死 但可以见识到天朝的繁华 要是不愿意走也行 我估计葡萄牙人很快就会来日本做贸易 你们到时候可以跟着一起走 泽姆托和同伴商量了一下 最终他决定独自留下来 因为他认为日本是一片宗教白地 这里还没有感受过上帝的光辉 而同伴则跟着王子去中国赚钱去了 泽姆托一个人留在了这片异国他乡的土地上 干起了传教的事业 但他很快发现自己的判断是错的 这里确实不信上帝 但绝不是宗教白地 此时的日本已经被神道教和佛教精英细作多年 突然冒出个上帝是哪个样的味道 泽姆托的传教事业很不顺利 时间来到了1544年4月 作为岛上唯一的天主教徒 泽姆托只能一个人迎来了大斋节 所谓大斋节是天主教的一个宗教习惯 在一定时间里 教徒将进食 进喜悦等行为 当然由于人类是探机生物 长时间进食肯定是不可能的了 所以这项风俗后来就变成了 一定时间内不开火做饭 这个风俗传到葡萄牙后 地中海人充分利用了地中海鱼路的优势 葡萄牙人往往在斋节之前 就炸一堆鱼块 到时候直接吃就行 当然 任何地方都有穷人 葡萄牙也有连鱼肉都吃不起的鹿色 为了熬过大斋节 大家不得不开动脑筋 尝试把蔬菜之类的东西打成糊糊 再捏成长条块 用小麦粉包裹入油锅里烹炸 这种价格低廉的食品 因为原料不同而色彩缤纷 看起来非常漂亮 所以有个很可爱的名字 花园里的小鱼 时至今日仍然是葡萄牙名菜 远在异国的泽牙托 决定自己做一些花园小鱼 来度过斋月 种子岛上的日本人 本来就对这个非主流的南蛮人 非常好奇 泽牙托扎出一堆五颜六色的东西 让大家很感兴趣 纷纷跑到泽牙托家里围观 急于传教的泽牙托 开心地请大伙 共同享用这道美食 在吃完之后 日本村民们纷纷地询问泽牙托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泽牙托为了传教 赶快开始跟大家解释 什么是天主教 大宅节的来礼等等 但汪芝给他留学的翻译 完全弄不懂这些宗教概念 在混乱的翻译中 村民只听到了一个字 Demblah 于是 这场混乱的翻译 为日本带来了他们的国民士兵 天妇罗 日料中的重要品类 油渣天妇罗自此诞生 几个月后 一只庞大的葡萄牙船队 来到了种子岛 当初跟着汪芝去中国的伙伴 回来接泽牧托了 1544年6月 第一批到达日本的欧洲人 泽牧托离开了种子岛 虽然泽牧托走了 但是他留给日本的天妇罗 却从此开始了另一段传奇旅程 泽牧托走后 他弄出的油炸食品 让当地人愈发喜欢起来 时不时弄点当下酒菜吃 虽然日本人早就掌握了油炸技术 但他们从来没有尝试过面粉罐糊 一般都是直接炸 直到被葡萄牙人打开了格局 种子岛人学会花园鱼后 逐渐启发了天妇罗的素食膨胀 随着时间推移 日本的厨师逐渐开始了本土化改良 用蛋黄糖盐等调料 对面糊进行调味 进入17世纪 他们用芝麻油和豆油代替了猪油 让天妇罗油腻程度下降了许多 公元1603年 超级忍者德川家康 获逢争一大将军 以江户为中心建立幕府 德川幕府时代开始 随着战国时代的结束 和平让天妇罗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广 直到他跟德川家康产生了交集 据理史记载 1616年1月21日 德川家康去郡河国玩鹰 本地的大臣向德川家康 敬献了本地名吃 炸鲦鱼配九层沫 虽然这道菜今天看起来 实在是过于简陋 但德川家康觉得很好 给我整一个 品尝之后 德川家康觉得鲦鱼确实很香 一口气全给炫了 只是到了晚上 德川家康就开始抱怨肚子疼 又过了三个月 这位熬死了无数同行的老艺术家 死了 于是很多人传言 德川家康是吃天佛罗中毒死的 当然 以现代医学的角度看 德川家康的三个月里经历的症状 更大的可能性应该是胃癌 不过由于德川幕府 没有配备CTG和胃镜 所以只能让天佛罗背过了 好在吃死德川家康 并没有让天佛罗的流行烧戒 日本人依然喜欢吃这碗 从江户时代就成为了下酒的标配 比较搞笑的是 天佛罗在葡萄牙属于冲鸡快餐 江户时代属于夺酒小食 可在明治时代一群出师的疯狂内卷之下 他居然成为了餐厅的高级料理 登堂入室了 甚至还出现了天佛罗之神这种称谓 日本人对于天佛罗的热爱 实在是过于热烈 二战以后 投降的日本已经穷得四大街空 却依然没有忘了炸天佛罗 由于没有油 有些人居然去美国空军基地里 偷机油来炸天佛罗 简直是碍到了舍生忘死的程度 总之 一个葡萄牙人的到来 就这样为日本带来了国民视频 但泽木托的这次无心之举 所引发的蝴蝶效应 依然还没有结束 1958年初 在大阪府的一所名宅中 一个名叫仁子的女士 正在炸天佛罗 她的手艺相当不错 调乎下游 一番操作行云毒水 事实上 仁子的家庭确实不错 她的父亲曾经是大阪著名的富商 但幸福的生活 在她小学毕业后戛然而止 父亲的生意在那一年破产 仁子甚至连中学都只能半工半读 曾经是富家女的人子 只能打工生存 最终凭借刘丽的英语 在京都市的一家酒店里 找到了差事 像沪传说 那时的人子非常漂亮 一个求爱失败的舔狗 居然尝试过自杀 由于工作的出色表现 人子被提拔成了酒店前台 然后他就遇到了命运的转折 一个住客见到他后 对他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虽然这个男人在长相上 比较捉襟见肘 但在猛烈的追求下 最终两人成功结婚 成功后人子才发现 自己这个丈夫似乎不太靠谱 二单后 丈夫进入置眼业 很快就做大做强 结果没几年 就因为逃税被抓了进去 但丈夫在监狱里 坚称自己是无辜的 坚持上诉 折腾了几年才被放出来 虽然丈夫被释放出来 但他错过了 事业发展的黄金期 他出狱后 尝试搞信用合作事失败 欠下一屁股债 为了把这一屁股还上 丈夫有了一个创意 他在家里试图唬鼓出 一种方便快捷 且美味的面条 把房子的后院 改造成实验室 成天不除了 但是 这个做面条的创意 屡屡失败 做出来的东西 人子只能当猪实脉 虽然丈夫在事业上 接脸受挫 但他有个很多日本男人 都不具备的优点 他对妻子很尊重 有事儿爱跟妻子商量 在某一次 丈夫再次实验失败后 他跟人子大道苦水 表示 让面条长期保存就得硬化 可是硬化后变软却非常慢 人子随口说了一句 小野豆腐不是一吸水就变软吧 你去看看是为什么 丈夫经过观察发现 原来豆腐之所以吸水 是因为豆腐表面上 有大量的孔洞 他很快蒙成了 在面条上挖小洞的念头 但尝试了一下发现 这一招同样不可行 且不说面条上挖洞的难度 光挖洞的数量 就足够让他崩溃 不是做不到 是根本没法量产 而在人子的丈夫 一筹莫展的时候 人子做了一盘油炸天腐罗 人子做天腐罗的手艺 确实一绝 在战后的饥饿时期 人子曾经拿青蛙当主菜 炸过天腐罗 也算是创意性选手 这一天 当人子把天腐罗端过来时 丈夫惊讶地发现 他之前从来没有 认真观察过天腐罗 这种食物表层的面糊上 居然有很多细小的孔洞 油炸就可以带来小孔 油炸可以让面条 吸水变软 我误了 人子的丈夫 虽然在日本创业 但却是中国台湾人 他的中文名字叫五百福 而经过这一次 餐桌舞蹈后 他的产品将会改变世界 方便面诞生了 1958年8月25日 第一批方便面问世 瞬间就卖到脱销 从年12月 五百福把自己的商号 变更为日清食品公司 并开始急剧扩张 1971年 他发明了杯状方便面 再次将这种美味食物的 便利程度 提升了一个等级 1964年 五百福听从夫人的建议 成立了日本拉面工业协会 转让并公开了所有专利 在未来的几十年中 方便面将完全吸引全球 真正成为了 影响人类生活的食品 在1544年 泽沐托离开日本 15年后 汪植被明朝政府处死 历史对于汪植的一生 有众多记载 但对于泽沐托的记载 则在1544年之后 彻底消失 没人知道 这位为日本开启 新世界大门的欧洲人 最终归向何处 他也许回到了李斯文 也许开启了另一段冒险 历史将一段传奇的使命 交给了这个 蹩脚的普特亚水手 对于无法在历史上 留下支言片语的 云云众生而言 泽沐托已经足够幸运 因为在他身后的几百年 还会有人在 打开方圆面时想到 这份工艺食品之所以 能够诞生 他的故事 还要从一个 葡萄牙倒霉袋的 偏航说起